英国禁用华为,台积电不再供货,华为终于还是迎来了更黑暗的时刻 为此美国特朗普骄傲的宣传,我们劝说了很多国家不要使用华为 大部分情况是我去劝的,而英国做出了决定 然而这个决定的代价是,英国将花费170亿元人民币的移出费用 5G建设可能推迟2-3年,台积电也将损失第二大客户 为什么英国宁愿承受巨大的损失也要禁入华为 美国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和盟友的经济发展,不留余地地发起5G之战 又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很多人可能知道这是美国阻止我国科技发展 但你一定不知道的是,阻止我国5G发展的目的是 美国其实在谋划一个5G翻盘计划 为什么这么说呢,上一期视频本猫这边讲了5G和新基建的基本概念 就是为了这一期系统性的讲解5G之战到底打的是什么 为了方便理解,本猫将分成三部分来科普 5G到底是什么,5G之战在争夺什么,美国在下注什么 首先要搞懂5G在争夺什么,必须要了解一下 5G的重要程度,我们以4G作为对比 4G是打通云端到终端,也就是我们手机等少量用户设备的一条链条 而5G不仅仅可以连接手机等少量设备 它凭借超低的延迟,超高的速度 每平方公里可以连接100万台设备 以往4G服务的是人,而5G将升级对人服务的同时 还可以对物进行连接,最终实现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连接 华为就曾说过,5G终端设备连接可以达到1000亿数量级 在家居领域,它可以连接眼镜,手表,电脑,银箱,冰箱等等生活电器 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在安防领域,它可以连接烟杆设备,摄像头,报警器,喷零等等 构成一个生态系统 还有物流,建筑,医疗,工产等等所有领域都是一个个生态系统 而这些系统又可以相互连接 形成万物互联的一个巨大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就像一张大网,连接了各行各业 而5G就是这张生态网的神经中枢是核心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将5G基站作为新基建的核心 上一期我们提到过,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将5G将物联网视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所以5G到底是什么,现在大家明白了吧 它不仅仅是4G优化的简单通讯技术 更是一次在工业领域的革命 而美国正在与我们打的就是革命之战 那工业革命将带来多大的好处呢 我们与美国工业革命之战争夺的又是什么呢 从以往的工业革命来看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汽带来的 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了世界霸主 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开始进入电气时代 世界殖民体系形成,欧美各国瓜分世界资源 第三次工业革命,由信息控制技术主导 美国作为发起者,最终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 可以说,每一次的工业革命都是科技主导的 伴随着辩识格局的变化 谁主导这场变革,就将是这场革命的最大受益者 而5G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导科技 这种主导科技又能带来什么呢 实际上,5G应用场景几乎遍布每个领域 但是具体会产生多大的影响,没人能为补先知 在以往的每一次工业革命中 我们都无法预先推测出工业革命的终极形态 但其影响力显而易见 也有人说,华为的技术让美国感到害怕了 其实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 美国怕的不是5G技术本身 而是5G技术所代表的先发优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以往的历史来进行分析 以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美国为例 也就是我们上期说过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科技领域领先几十年 就是因为它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是主导者 是互联网发展的先驱 也是第一批受益者 我们来看看东方财富发布的 2019年美国上市公司的利润排行 除了金融和石油 科技相关行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有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软等等 除此之外 还有高通、博通、思科、英伟达等等 都是无线通讯的上下游产物 作为对比 我们从1G、2G空白、3G落后到4G跟随 也享受到了巨大的红利 上市公司中有阿里巴巴和腾讯进入排名 还有华为、字节跳动、台积电、联发科等等 与互联网科技相关的企业 做的是风生水起 而欧洲、日韩则全面落后 这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 除此之外 美国还有生物科技、医药科技、工业科技等等行业 都在这次工业革命中得到质的提升 也就是说 工业革命让美国的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 美国的技术也得到了全面的领先 而其他人只能跟随 也成就了美国辉煌的30年 这就是美国作为发起者所具有的先发优势 而这一次 我们从4G跟随到5G领先 开始领导第4次工业革命 落后就要挨打的日子 我们经历了几百年 自然想要朝着领先的科技迈进 然后我们想想上期讲过的 一旦有了5G先发优势 意味着我们将更早的在5G领域进行变革和技术升级 我们的科技是不是也将更加领先 我们的企业会不会诞生下一个类似苹果 Facebook 谷歌等世界级企业 这是完全有可能 而这仅仅是ICT行业 未来5G的背后更多的是万物互联 是医疗 是家居 物流 安防 工业等等各个领域的全新变革 又会诞生多少个苹果 多少个谷歌 这些可能吗 在评论区告诉我 事实上这些完全有可能 这不是口号 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教训 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例子并不少见 诺基亚因为错过先发优势被打落神坛 微软因为错过移动互联网 至今无法战胜谷歌 我国芯片和工业软件也因为后发劣势 至今被卡脖子 所有一切都是先发优势导致的 一步落后 步步落后 可见先发优势多么重要 有些人说 华为的事情和它无关 确实 明面上和你无关 但是之后是不是和你的子孙有关 告诉我 而我们这一代人尝过了落后的苦头 因此我们格外珍惜这种科技的领先优势 所以美国越是抵制的东西 我们越要加快脚步部署 于是 我们在19年加快5G基站部署 在2020年 新基建又来了 一切都是力求争取这种先发优势 好让我们国家的工业和科技 不要再次承受落后的痛苦 相对的 美国自然要制裁华为 因为华为是中国5G技术的领导者 你看 华为就是夹杂在两国博弈的中间新品 华为最大的罪过应该就是出生在中国 这句话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的 我非常认同 看到这边 我们回过头来看 5G之战是不是在争夺科技的制高点 先发优势 有粉丝经常问 我们的芯片工业软件应该如何应对 答案就在这里 我们的5G 我们的新基建 就是法宝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曾在演讲中说到 中国5G技术和延伸相关技术 正在让中国取得科技的超越 将使得美国失去制裁能力 我们回想一下 华为为何被制裁到如此地步 是技术不够吗 当然不是 华为具备超越美国的5G技术实力 但是美国用5G之前积累的先发优势 卡着我们的道路 所以 只要我们坚决加快5G和其他新基建建设 我们的先发优势就会来临 技术变革也终会来临 美国的技术也就没有了优势 也将会失去制裁能力 有人比喻 5G之战是我国科技上的上干领 是我国的科技利国之战 不管你们怎么想 这句话我是完全同意的 只要5G强占成功 我国将占据战略的制高点 在科技上引领全球不再是梦想 所以 5G之战真的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先发优势 是不是科技的制高点 评论区告诉我 然而 你以为仅仅如此吗 有没有考虑过 5G之后是不是还有6G 也就是第六代通讯技术呢 会不会和5G一样 因为5G的先发优势 导致6G研发和应用具有领性优势呢 完全可以 有些人会说 5G都还没赢 就开始谈论6G了 其实查查百科就知道了 6G网络将是一个地面无线 与卫星通信集成的全连接世界 通过将卫星通信整合到6G移动通信 实现全球无份覆盖 没错 它是5G的升级版 是将卫星与地面无线相互打通 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2019年10月 华为串水人任正非曾说过 6G的使用可能是10年以后 也许可能会快一点 华为于晨东也曾在采访时谈到6G技术 华为已经在研发6G 估计还需要10年时间 是的 你没有看错 5G还没见完 6G其实已经在研究中了 所以6G并不遥远 而5G的先发优势 正在帮助我们在6G的道路上 形成领先效应 但是美国会看着我们成功吗 当然不会 这就要说到美国到底在下盘什么样的棋了 这边事先说明一下 由于以下观点和内容未经正规媒体的报道 纯属个人观点 不具备参考价值 各位客观就全单做故事来听吧 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 很多人都在说美国无法遏制华为的5G 这句话我是认同的 但是只认同一半 美国在科技上的积累是无比强大的 远不是目前的我们所能打败的 这点必须实事求是 尤其是到了6G 战场已经从地面转到了太空 又再次进入到了美国领先的主战场 在2019年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的MWC期间 特朗普自己就曾透露 其实6G并不遥远 美国可能会跳过5G 直接过渡到6G 当然 特朗普这句话显然有夸大的嫌疑 但是这里说明一点 6G其实美国也在研究中 而喜欢自夸的特朗普 总是想把功劳碗自己身上懒 其次 特朗普在19年2月也同样说过 要美国公司在5G 6G领域加快努力 一切都意味着美国在补充5G短板 布局6G 而6G最大的困难 就是卫星如何与地面无限相结合 谈到卫星 你们会想到什么 马斯克的星链计划有没有印象 就是要花巨资在太空投放4.2万颗卫星的辉红计划 有些网友和自媒体说 美国的星链计划目的是彻底打垮华为5G 这句话显然有些夸大 因此也有人说可能用于军事用途 甚至有人说星链计划用于补充美国4G基站 其实这些都很有道理 但是星链计划传出效果比5G基站效果还差很多 军事用途有了其他卫星 其实也不紧缺 商业用途更是迷雾 明显的弱点加巨额的资金垫底 是不是特别反常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将这个星链计划和6G联系到一起 一切是不是就显得顺畅很多 6G就是美国的长期规划 而星链计划就是美国6G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是不是就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 再次声明 此处为个人观点 请勿以此作为参考 我们再想想看 美国为了打压华为付出了多少 科技灯塔丢了 自由灯塔也丢了 是不是面子和李子都丢光了 而美国自己又没有5G整套落地方案 难道美国最终的努力 只能便宜了盟友 依照美国的性格怎么可能吃亏啊 加上自己手段也不可能升到我们国内 所以美国自己从头到尾都知道 无法遏制我国的5G发展与部署 毕竟遏制之后总要反超吧 但是美国的5G技术还未成熟 没有反超的资本 没有资本就意味着得不偿失 而吃亏恰恰是美国最不能忍的 但是如果美国将6G定位挖刀超车的策略 这点吃亏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 为了限制自己的盟友与我国的5G互通 将世界打造成两个界面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外国 而外国就是美国的 一旦形成两个界面 今后打通卫星和地面无线连接 是不是到了美国的主战场 又有了领先的可能 所以不要以为美国没有了反击能力 更不要以为美国只剩下政治手段 美国也并不是只有特朗普一个总统 还有很多有眼光 有战略的政治家 所以我们一方面在加快部署5G基站 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发展 寒天高新科技等技术补足短板 目前总体来说 中美在科技层面上 美国处于短暂领先 但中国潜力更大 不过今后的发展趋势还未明朗 就像熊猫一直强调的那样 我们的崛起 绝不能单靠美国自己的衰落 打铁还需自生意 最后 我是熊猫 一位稍微硬核的科普作者 记得常来看看 请安靠美国 ——